大聯盟終於出現今年交易大線以來第一筆的重大交易案 在距離大線截止日不到120小時的當下 才出現比較有份量的交易包裹 也說明今年的交易市場相對冷清 這筆交易的雙方分別是想要尋求季後賽資格的天使 跟今年已經放棄的白襪 白襪送出Lucas Giolito跟Ronardo Lopez 換來天使農場的兩位頂尖新秀 左頭Kai Busch和捕手Edgar Cuero 雖然在天使老闆RT Morero出來宣誓將不會尋求交易大股商品之後 明顯他們是佔到市場的買方角色 但不論是補強的速度或是力道 都還是讓人大開眼界 今天我們就來聊Jolito的交易案 天使付出的包裹代價合不合理 他們後續還會有補強嗎? 以及他對進軍季後賽的效益是否真的有用? 在職場上的各位應該都有看過所謂的Yes Man 就是老闆一聲令下命令全箭轉舵 縱使知道內容荒謬 但為了個人的前途或是單純省區麻煩 依然照辦 天使隊的情境就是整個管理層都是Yes Man 在兩個禮拜以前 傳出球團對於大股的交易報價並不排斥 原因不外乎是當前不上不下的戰績 跟下半季聯盟前幾硬的賽程 這在生皮先前天使超盤路線的影片也有提到 歡迎大家點擊右上方資訊卡回顧 雖然當時大多數記者把大股被交易這件事情 仍然判定為不太可能發生 不過由於爆料來源都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權威記者 顯然球團管理層一度立場鬆動 並向外界放話開放報價 但最終在老闆震怒之下 大股被交易這萬分之一的機會也被抹殺了 迫使天使必須採取買家的角色 這中間從ESBM的消息一出 到Geolito的交易案成真 只經過不到5天的時間 Geolito的交易傳聞已經流傳很久了 從生皮月出交易大線初探的影片就有提到 但根據各方消息所流傳的下家球隊 自始至終沒有提到天使 有像是紅人隊打算出Jonathan India 另外遊記兵 菁英 翔尾蛇都在討論之列 一個成熟的交易 光是對交易包裹的調查 很可能就需要數週到數個月之久 因此最後由天使得標 說明著這筆交易的背後 很可能又有老闆干預的痕跡在 那麼我們也不禁想問 這樣的交易包裹到底有沒有overpay 首先我們看到天使拿到的包裹 Geolito跟Lopez 有趣的是這兩個人不是第一次一起打包 送到其他隊伍 早在2016年休賽季 當時尋求頂級開陸先鋒的華盛頓國民 將當時還是新秀的他們一起送去白襪 換來外野手Adan Eaton Geolito過去在小聯盟時期是頂級新秀 但送去白襪之後面臨了三陣 球速能力喪失的問題 一度讓人失去信心 2018年甚至是聯盟寶送王 但在白襪的努力之下 包含大幅改造他的投球機制 從長徽幣投球改成短徽幣 Geolito終於在2019年迎來突破性的成長 2020年還投出了吳安達比賽 在當時我們就有出片介紹 一樣可以點擊資訊卡來觀看 不過在2020年之後 Geolito的潛力似乎就被開發殆盡 成績連年下滑 今年的5th 已是2018年以來最高 要特別注意的是 他今年的滾飛比 已是單季最低 要不是三陣寶送比有水準之上 才維持住目前帳面上的成績 去天使之後 要嚴加注意被長打狙擊 Lopez的技術跟隊友有些相似 他在擔任先發時沒有碰到太多的掉速問題 但也好像只有這個優勢 表現也很不穩定 在2020年他也調整了投球機制 也是改成短徽幣的方式 但表現反而更加退步 2021年開始 球團將他的角色慢慢調整成中繼 2022年以後幾乎就是專私在後援 也在該年攪出了優秀的表現 原本也讓人期待今年的表現 可惜開季之後卻一路爆炸 7月開始才慢慢回穩 他的火球威力會是天使牛棚所欠缺的 可以幫助天使增添後防的威力 但本季一直深受控球所苦 所以在後段局數上來堆壘包 也不會太讓人意外 至於天使送出去的包裹 分別為官王百大排名第65的Elegate Cuero 以及隊內排名第三的左投手Kai Bush 先看到Cuero的部分 手臂位置為捕手 右撇子 但進攻上可以左右開攻 打擊部分 Cuero在18歲開始站上職業層級 與那些年輕的中南美洲選手不一樣的地方式 他很早就展現出成熟的本壘版紀律 在每個層級都繳出至少11%的保送率 擁有出色的運動能力與爆發力 站在左打區時能展現更多的力量 去年在EA扛出17轟 拿下該分區聯盟的MVP 手臂方面 Cuero儘管擋球能力優異 但在揭捕與指揮上 仍需要大量的比賽去累積經驗 畢竟他現在才20歲 變數還很多 未來是否能站在捕手這個位置上出賽 也有些疑慮 目前Baseball America 跟Frank Graf 給他的風險評比都較高 Kai Bush在2021年第二輪被選上 身高198公分 身材相當的魁梧 同年在高階EA出賽 去年就在2A全職先發 今年因傷而比較晚開季 他平均球速落在93英里 極速到96英里 會使用大區球 滑球跟變速球 支球威力普通 區球跟變速球有待加強 Bush的地板較高 在天使系統內升級速度也快 最慢明年就可以在大聯盟看到他 但潛力有限 預估天花板就是一名4號以後的先發 從天使交出的包裹可以看到 在老板一聲令下後 可說是盡農場所能的攔截Giolito Quero儘管年紀輕輕 就展現成熟的紀律跟打擊潛力 但身為一名捕手 他要學的東西還很多 重點是學長Ohapi已經登上大聯盟 在受傷前也攪出讓人滿意的成績 所以說Quero短時間內的養成 跟Ohapi之間還不會有衝突 但在天使已經沒辦法等的情況下 提早放棄同位置的他是可以理解的 Kai Bush 本身就是一名潛力受限的投手新秀 就算能迅速升上大聯盟 對球隊的貢獻也相當有限 把他交易出去 讓球隊短時間內兌換極戰力投手 也是合理的選擇 而觀眾最關心的 就是天使到底算不算Overpay 如果以今年交易市場的價格來說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了 Giolito的交易傳聞已經傳了很久 只是八字都沒一撇 沒道理在天使不賣大股祥品後 就從各隊手中搶清成功 這也代表天使一出手 馬上就提出明顯優於各隊的報價 才會讓白腕沒考慮太久 就點頭交易 不過若以天使目前的狀況來說 考量今年交易市場真的是冷到不行 能挑選的投手商品本來就有限 只比較先前檯面上有交易傳聞的投手來看 儘管Giolito各項數據下滑 但上限較高也是事實 天使這次的交易策略 就是拿手上最好的交易籌碼 去換取市場上最有期待感的先發 所以以價格來說 天使有些Overpay 但還在合理的交易價格之中 並沒有被海削的等級 至於為什麼Strowman沒有比較好 單純是Bronzen一直覺得小熊會捏他到這季打完 所以不列入討論 談完了交易包裹之後 接下來要聊到 現在天使已經確定站在買家 那他們要買到什麼程度 也就是他們是不是要索哈了呢? 這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賣大鼓這支影片中有提到 美聯西區的情況 已不再是太空人獨霸的局面 包括用錢砸出來 搭配農場收成的遊記兵 核心還在 且養成能力不足的太空人 新一代投手王國 搭配忽利歐羅里格斯的水手 三隊的共通點是 他們都不只搶這一年 至少未來兩年 都還能保有優秀的戰力 反觀天使如果續約大鼓失敗 他們就只剩下出勤率欠佳的Might Chow 以及殘破不堪的農場 所以原本的想法是 球團無論如何都應該要賣大鼓 不過也在影片中提及 Chow雖然已不是神仙 但還是名強打者 天使不需要打掉重建 只要把大鼓換成極戰力新秀 陪著尊餘挑戰季後賽即可 既然賣大鼓的命題已不存在 但我們在影片中提到的操盤策略還是適用 那就是把握兩人所剩無幾的合體時光 找一些極戰力球員陪著他們一起挑戰 成功機率不到20%的季後賽 交易來 Giolito跟Lopez 確實有效地增加整體投手實力 但天使還有一個隱憂 那就是在Chow受傷之後 只剩下大鼓還有長打威脅 其他人不是水槍就是受傷 天使現在的打擊成績 多半是靠著大鼓一人撐起 在Chow回歸之前尋找另一名長打者掩護大鼓 就成為下一個該做的功課 目前看到有跟國民談三雷手 Gimmer Candelario 我們也認為是合理的操作方向 最後不論天使有沒有完成上面那些補強 他們在美聯西區跟外卡都有強勁的對手要過關 尤其是同分區的遊記兵跟太空人 遊記兵在今年藉由攻擊打出氣勢 Sieger上日回歸後打出問頂聯盟第一的進攻效率 Han不論接捕與長打在捕手之中都是頂尖 三壘還挖掘繼Joey Gallo之後自家出產最成功的新秀Yang 雖然投手的關難過 重金牽下的DiGran和Heaney 一個整技報銷、一個表現極差 屬性輪值還有有Vody、Gray跟Donny成場 再加上月初找來的Tripp們 看來是一筆極為成功的操盤 目前看起來還有繼續補強的打算 至於過去已打擊艦隊的太空人 本季則飽受熄火之苦 簡單來說就是有火力的頻頻受傷 而健康的沒火力 除了像Kairo Tucker這樣的例外 不過隨著Yoden跟Altuwe歸隊 有望補上上半季缺乏的得分能力 投手部分 原本期待的Christian Javier Lance Michaelers Jr. 一個控球嚴重迷航、一個肌腱手術整技報銷 但其他先發跟牛棚的發揮還算平均 也沒有大買的必要性 就算天使最後這幾天順風順水 交易都能順利成岸 他們仍將面臨嚴酷的賽程考驗 截至7月28日 天使剩餘的賽程是每連西區裡面最硬的 他們的對手平均勝率是五隊中唯一破五成的 有24場比賽要面對五成五以上的球隊 包含三場太空人、六場遊記兵 還沒有算盡同分區今年戰績不佳 但投手實力堅強的水手隊 能否從分區混戰中突圍 將成為天使最後兩個月最大的任務 總結來說 在TRAW受傷、賽程艱困、大谷可能不會續約、同區球隊戰力整齊、自家農場深度不足等各種因素下 老闆還是鐵了心要將球隊未來燃燒殆盡 總管Monasens在這樣的情況下 仍在交易市場做出了一筆不錯的交易 買到了能實質幫助天使投手實力的戰力 我們也期待制服組在老闆各種極度不合理的要求下 能一次又一次的完成任務 至於明年如何 那不是很重要了 老闆都不在乎明年的 我們就不需要再幫球團瞎操心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要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我們是生皮C5度 我是Bandman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